大家早上好 我们现在出发去安塔利亚的路上 今天总共可能要开6个小时左右 中途会在中间的一个叫卡什的小镇 歇脚吃个午饭 感觉到特别幸运 因为昨天去做滑翔翼然后天气特别好 现在天气糟到不行 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 隔壁桌他们要去做滑翔翼的计划可能会泡汤 然后我觉得自己好幸运 今天因为今天一整天都要开车 所以都没有怎么到吃一下自己 一会儿卡什见 我的祈祷是有用的 终于在到达卡什前的4公里左右 天没有下雨了 而且还有一些微光 好开心啊 天气好了 心情也好了 我现在在卡什所谓的古城最上方 然后眺望卡什整个景色 现在已经进到安塔利亚的城里面了 然后城市现在还蛮拥挤的 车排得很长 然后我记得我看过一篇邮记说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一年有300多天都是晴天 要是喷着雨天 运气就真的是贝 然而我们就是这么贝 在雨天到达了安塔利亚 看天气预报 明天可能还是会下雨 这个300多天 剩下的60几天被我们遇上了 祈祷一下明天希望能够不要下雨 哈喽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起来 安塔利亚的天气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好在它已经没有下雨了 今天打算在老城星城随便走一走逛一逛 我们一起走吧 Go 这似乎是一个游船 听说 听说非常的无聊 游船的背后也有一只骨舟 就是这里 嗨 嗨 一间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小花园 然后远方现在太阳也出来了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们现在在安塔利亚的一个大型商场买了杯咖啡 然后随便下逛了一下 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开去科尼亚 今天前半个我开车 然后现在就大概给你们讲一下 等到我们交接之后 我再跟你们继续聊 拜拜 早上出门的时候温度还有十几度 现在就我们正在经过雪山 车外也有下雪飘雪 是 车外温度只有一度 可能靠近山 再靠近山那边会零下吧 这样经过 一天经过三季的感觉也是第一次体验的 从秋天到了冬天 可能一会儿就能到春天 现在车的窗子是非常凉的 从上午我们上午出来的时候 还感觉车里有点热闹 这一个房间是小姐姐 前台小姐姐送我们的 那个小姐姐特别漂亮 大家早上好 今天早上呢 稍微遇到了一些麻烦 我们昨天下午发现 我们的车上大概有一个警告 因为我们到市区的时候 租车行已经关门了 所以当时没有处理 今天我们一早起来 就跟租车公司那边联系了 然后 但是总体的感觉就是 土耳其这边租车服务不是很到位 我们九点半开始跟他们联系 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 我们才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答复 就是让我们开去下个目的地 然后他们会派技术队过来检查我们的车 然后整个过程中我们并不是跟他 大多数时间并不是跟他们在交涉 而是在等待 所以 我记录这一段呢 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以后大家在土耳其租车 也遇到车子有问题的话 大家尽量提前跟用电话或者是24小时服务热线 跟你们的租车公司先联系 并且要做好 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这样的准备 可能最后的解决方案很简单 但是你这个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现在就打算买点咖啡 买点三明治什么的 以最快的速度到下一个目的地 然后跟那边的维修工厂联系一下 整修一下我们的车 对了有个事还没说 我今天已经31号了嘛 我们从酒店出来 酒店给了这样一个小礼盒 虽然里面只是两盆水和一个他们的冰箱贴 但据酒店前台小姐姐说 送水是一个在土耳其非常吉祥的一个寓意 所以还是蛮开心的 虽然早上因为车子的问题也误了那么久 反正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所以心情还是没有特别受影响 现在市区内有点阴语绵绵的 希望我们到达下一站是可以阳光明媚 一会儿见 嗨 早上好 我们昨天到了跟那没之后就一直在处理车的事情 实在不得不说这里的效率真的很慢很低 其实我们的车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应该是sensor太敏感了 然后检测到我们的车 他以为我们的车有点问题 最后工作人员过来就是用电脑给系统 进行了一下重置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我们昨天总共大概花了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在等待 等待这个工作人员用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帮我们把系统重置了 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如果大家自驾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 他到了约定的时间还不来给你处理 大家还是催一下 我们昨天也是后来一直催才催出来的 一开始傻傻地等着 然后时间过了好久 我们觉得不行 还是打电话催一下吧 然后才有的结果 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其实天还在下雨 我们准备了一下 现在天开始有太阳 有阳光了 至少不下雨 然后天是亮的 这个光线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出发去露天博物馆逛一圈 还有就是今天是元旦一月一号 虽然发视频的时候可能已经一月过了好几天了 但是呢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现在是两点半左右 所以我回到酒店然后把自己穿了个成分武装 我穿上这个 这个羽绒服 就是那个青形羽绒服 然后把围巾也戴上了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去做ATV 大概是 大概开两个小时 到五点半看到日落为止 好 ATV那边 会 ATV那边会在 2点45左右过来接 所以我现在就在等他们 要走了 但是 但是呢 有点吵 有点的 要走了 Let's go 因为昨天天气不是很好 所以昨天早上没有飞沉 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这一趟飞行是2018年的第一趟飞行 我们下网上的 下网上的 小往 下网上的 这个 我ech估人 费 这一个 我特别有 的 我做了 我厅身 其实 我基本上出发 尊费 我特别人当地 我做的 但今天我做的 我做的 我做的 哈哈哈 對不起 3 2 1 -1 謝謝 嗨 我們乘完熱氣球 然後在酒店裡 又加了個早餐 據說我們的運氣 特別好 在今天之前 熱氣球已經有四天取消了 對 我們飛行師的說法是 接下來三天應該大概率也是取消 明天飛不了 但他們今天下午趁著天氣好 應該還會再飛一次 所以我們是2018年第一次飛行 飛成功啦 現在呢 我們趁著天氣比較好 要去另外一個小鎮的露天博物館 我們剛才在吃午飯的時候看到 很多熱氣球公司的車從餐廳門口 從餐廳門口開過 然後 就覺得今天下午應該還有熱氣球起飛 然後查了一下 熱氣球公司其實一般都只是在早上飛 應該是由於前面連續四天不能飛 接下來連續三天都不能飛 所以今天下午緊急加了一場 一開始我以為會在日落的時候 但是沒想到中午太陽最高點的時候 他們現在起飛了 已經有好幾隻在空中 那邊這個方向 這邊這邊有一堆 他們現在正在準備起飛 他們估摸著十分鐘後 應該大多數都會在天上了 我們現在正在這邊一個城堡這邊 打算等他們沉不起飛之後 到下面的一個觀景台 可能那邊拍出去是也更好一點 嗨大家早上好 我們今天即將結束在格雷梅的旅程 去往我們這一次土耳其旅行的最後一站 就是回伊斯坦布爾再待兩天 飛機是下午四點的 我們現在從酒店出來 打算去周邊的一個小鎮 隨便下逛一下 然後差不多就去機場還個車 然後就可以直擊了 明天的安排大概就是這樣 拜拜 我們現在到機場了 這是一個極小的機場 總共只有14個直擊櫃 然後12點50到16點之間 沒有任何一家航班 也就是說現在直擊櫃上沒有工作人員 我們必須要等到有工作人員上班之後才能夠直擊 嗨大家 我們已經到伊斯坦布爾的酒店裡了 現在快7點 我們預定的餐廳是8點 所以我們打算去餐廳附近隨便逛一逛 Let's go Hello大家早上好 嗯 現在是意外的驚喜 嗯 我們昨天到達伊斯坦布爾的時候 英語綿綿看了天氣一暴 說今天也會下雨 但是呢我們起床吃完早餐回到房間發現太陽出來了 實在是太高興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趕快出發去藍色清真寺 並且去歐陸大橋那邊看一眼 Let's go 我們現在在清真寺門口 他要求戴頭巾 然後我們自己戴了圍巾 因為感覺這邊的頭巾一直是很有趣的乾淨 所以如果大家一直戴清真寺的話 記得自己戴上圍巾哦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清真寺裡面了 這一塊人比較少的地方是禱告區 嗯 有客人被要求都站在這個 這一個欄杆的外面 我們排隊進來其實還蠻快的 看火器第二變 把我的衛星變掉 沒有回來了 嗨大家 我從人海擁擠的清真寺出來了 我們現在要去坐渡輪去看看 土耳其是如何橫跨歐亞大陸的 Let's go 我們現在就在渡輪上 這個渡輪屬於伊坦布爾通貨交通的一部分 可以直接刷交通卡就可以乘坐 嗯 應該是時間比較短 然後沒有具體的景點介紹 想要在歐亞的大陸兩邊通行的話 還有一種選擇是郵輪這邊 它應該是包 然後沒有具體的景點介紹 是環遊一圈 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兩小時 一個是四小時 我們纏衡了一下 我們坐其他游輪那時候 都是坐大家半個小時 就覺得特別無聊了 所以我們最後選擇了這種 就是速度比較快 然後也能拍到不錯的景色 如果大家跟我們一樣 如果是很喜歡 長時間待在公共交通上的話 也可以選擇這種渡輪 如果大家更希望聽 具體的景點講解 或者看得更細 拍更多的照片的話 可以選擇那種 兩小時或四小時的游輪 這裡有好多像超級馬力那種 吃的會變大的蘑菇熟 我來試一下 會不會變大 我變大了 我見過海盤 放過最高的層級鐵 到地面的一段路 這是第一個電梯 這是第二個電梯 這是第二個電梯 這是第三個 是一個承送袋 有一定波通 這是第四個電梯 而且還有一定的功夫 這是第五個電梯 过度很小 这一段难长的 终于见到自然光了 这是第六个手扶梯 从地铁站到地面大概进行了六分钟 太漫长了 接手 走在街头 感觉随便一家咖啡的蛋糕 看起来都蛮诱人的 我点了一个香蕉泡芙 外面是白巧克力 泡芙的里面 有香蕉 这是香蕉泥 这个是香蕉 香蕉 然后咖啡的货盘 其实很有意思 哈喽大家 今天是1月5号 是我们结束旅程的日子了 我们现在已经打包完毕 我们打算打个Uber去机场 然后现在正在叫车 一会儿机场见吧 哈喽大家 我现在在伊斯坦布尔的休息室 这是全球最大的休息室吗 传说中全星空联盟全球最大的一个休息室 总共有好几层 餐食的味道也不错 现在大概是一点半左右 我来解决我的午餐 那么可能我们一会儿飞机上见 也有可能我们一会儿德国见 拜拜 我们在登记口 可以升舱了 估计是因为今天机舱帮我们演 第一次竟然是外行可以升的 好 嗨 大家 我又回到我的小窝了 回到你们熟悉的布景 那我的土耳其Vlog到现在这一刻 就正式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次土耳其的旅行 或者大家喜欢我 或者大家喜欢我视频中的一切 请关注 转发 评论 或者其他一切支持我的方式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